追求健康享受富足生活 一般民众对幸福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不过按利纽催来 想帮助人们过更好生活的这个念头 吹升了Wheel Project计划 更成立保健生活实验室 Wellness Living Laboratory 它将探索全球饮食文化 以及身体健康的开创性研究 而在台湾也占有一席之地 由福人大学医学院院长林兆棠 担任计划主持人 其实它最重要的目的是想要知道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族群 那甚至于不同的民族 那么他们对于这个 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心理的健康 对社会的一个期待 总体的一个感觉 安利纽催来提拨1000万美元 将近3亿台匹的非限制性捐赠 作为资金 提供史丹佛大学 预防研究中心负责执行 跨国跨文化的调查 而在台湾 李兆棠预告将会有大约2万人 参与这项独一无二的 人类幸福感研究 整个研究来讲的话 对于不只是台湾 对于跨国的整个全世界 不同民族之间 对于这个身心灵健康的 幸福感的那个感觉 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忙 就向研究将观察 六年间受试者的变化 针对身心以及社会层面 甚至扩充到社会满意度和成就感 研究成果也预期将为人们 立下健康幸福的心理唇碑 安丽信我红文之城部位 台北报道